畫面中可以看到工廠陷入火海 現場烈焰沖天 火勢照亮夜空場面觸目驚心 期貨燃燒的二樓鐵皮工廠 是一間印刷廠 消防人員在十二號凌晨十二點半 貨爆後出動二十七分對到場灌救 由於現場存放不少化學有毒物質 消防人員不敢貿然進入 在外部持續涉水灌救 混亂中兩名員工死裡逃生 禁魂未定 我嚇一嚇一嚇 你嚇一嚇一嚇 你嚇一嚇一嚇 你嚇一嚇一嚇一嚇 這名員工在逃生過程中扭傷腳 還有那一名外籍移工 當時正在睡夢中被火勢驚醒 立刻從二樓跳下逃命 所幸都沒有大礙送醫救治 消防人員在凌晨四點多撲滅火勢 速估燃燒面積約四百二十平方公尺 也提醒三峽土神板橋新莊的民眾 外出記得戴口罩 緊閉門窗防範空屋 至於詳細起火雲 還要再進一步調查理清 慢慢翻轉 搭巡神線 均勤